这绝对是2023年最炸裂的韩国犯罪电影 竟然将韩国政坛选举的内幕和阴谋毫无保留地拍摄了 让人不禁感叹 这样胆大的电影也只有韩国敢拍了 虽然拍了他们也不敢 1992年 卢太宇即将卸任 韩国政坛也将大换血 釜山海云台地区的候选人海雄愁出满志 打算竞选国会议员 他发声一定要为广大平民发声 做一个心怀正义的政治家 海雄坚定不移的平民立场让他很快成为政坛星星 民众全都以为海雄将来必定是一个未名其名的好官 然而实际上海雄当选后还会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脑子里想的可能只有 然而在野党也想尝尝吃不完的真秀 也在意志谋划竞选 由于资金并不足 他们计划利用总统的釜山建设项目筹集资金 并请政商大佬顺太投资获得巨额利益 顺太却并不乐意海雄竞选 他只允许自己信任的人才选 于是直接将海雄清除出了竞选名单 扶持了一个傀儡小条上位 被抛弃的海雄找到顺太 下跪恳求对方开恩 可依然没用 不甘心的海雄为了翻盘 他直接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和高利贷 贿赂了事件部的文部长 窃取了政府的规划蓝图 随后直接找到黑帮老大卡当夫 开口就要卡当夫借他十亿 并承诺只要自己当选开发海雲台 届时卡当夫也可以通过 投资力滚力狂撞五千亿 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亿 而其他人也能依靠自己 平步青云从此升官 卡当夫一听这可真是 卡当夫心动了 果断答应在多届十亿里 并带海雄认识了财阀正老板 三人一拍即合 当即变形海雄来到釜山最好的酒吧 喝着最好的酒 把二十亿的现金都交给了海雄 有了钱以后海雄更加肆无忌惮地到处竞选演说 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而电视上卢太宇总统还保证 会让本次选举成为最公正干净的选举 严禁结党因斯 在海雄的金钱攻势下 釜山所有的报纸都对海雄极尽谄媚之谈 即便是有反对海雄的人 也都会被卡当夫的手下打得头过血泪 这样下去海雄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顺太看了后极为愤怒 直接召见了负责计票的科长 得知科长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 必须去美国做手术 于是顺太答应为他女儿安排手术 并包办所有费用 但威胁他直接修改后台票数 于是半夜 科长潜入了办公室修改了数据 并交接给了顺太 而喂虎做仓的科长不但没能为女儿做手术 反而被顺太的手下一棍子打成植物人扔进了大海 修改完数据后 顺太直接打印了上百万张选票 连夜让人重新盖章并填写 然后装进投票箱里 海雄回到自家破败的公寓 明天就是投票日了 他紧张的夜不能寐 可是妻子深知丈夫是什么德行 海雄继续给妻子画笔 表示自己当选就给妻子全是最大的办公室 但妻子早就对丈夫失去了信心 表示这次如果失败就直接离婚 第二天 所有人在电视前提心吊胆等待结果 妻子也盛装出席 并为所有人准备了点心 然而结果出来了 海雄只有30%多的得票率 一败涂地 人气远不如自己的小条 居然比自己多了两万多张条 卡当夫气得抽闷烟 随后带着手下阴阳怪气了起来 海雄大怒上来与之争论 可是卡当夫冷笑着说 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 你欠我5000亿 胜选的小普贵在地上 接受顺太给他别上一元领章 就在这时文部长来了 顺太当即表示要更改建设案 这让文部长十分为难表示 临时改动会被查的 顺太怒了 被查 那我现在就先查查你 对方直接拿出文部长 受贿7.4亿的证据 文部长吓得尿了裤子当即答应 三天后的发布会上 直接宣布更改建设案 大幅缩减了建设范围 这就让郑老板赔惨了 郑老板大命 要海雄赔他两亿违约金 必须明天中午之前给他 这还不算 郑老板重金收买了另一个黑帮 要求活捉卡当夫 三辆吉普车 闯进卡当夫的会训终之中 紧接着两方黑帮 就在这里展开了火力 卡当夫也一度被打到无力抵抗 幸好有手下拼死护折 这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顺太装了吉卡车的 现金贿赂首尔高层 让上面通过新的建设案 并记录下每一笔钱 才去向做成百官行术 以被不时之需 很快高层同意了修改的建设案 郑老板和卡当夫的心血 全部白费 愤怒的卡当夫 直接找到了文部长 逼问他为何修改计划 文部长表示自己也是被逼无奈 但承诺会把私吞的钱 都还给海雄 但就是不说是谁指使的 于是卡当夫一脚 海雄用凳子拍 把文部长打成了猪头肉 最后海雄表示 自己会为他们付全责 但要求卡当夫和文部长 都要听从他的安排 共同对付上层的对手 海雄决定利用媒体进行反击 于是找到了一个记者 突妞妞 直接给了对方一份文件 叫他直接照抄就行 报出来就是爆炸性新闻 正式建设案变更的内幕文件 紧接着海雄又拿出第二份 这是文件的原件 海雄打电话给卡当夫 警告他郑老板已经举报了他们 表示自己去找检察长说明情况 叫卡当夫的手下们堵住开发商 果不其然检察长来了 表示事情处理好了 原来检察官和检察长 正是海雄的大学同学 为了表示感谢海雄 直接把两个检察官同学送到会训 郑老板不知道检察官已经被收买 还想举报到电视台 不料前方突然一辆车停着 郑老板追了我 郑老板一下车 就被卡当夫的人团团包围 打得郑老板跪地求饶 他警告卡当夫也会重蹈他的覆辙 于是卡当夫热情地叫手下 给他灌了一肚子的烈酒 把他连人带车推下山崖 摔成了韭菜盒子 顺太看到报纸上揭露的建设计划修改内幕 气得当场撕了报纸 立刻打电话给釜山日报施压 并派手下找文部长 而海雄早有准备 直接叫文部长该如何说 并和卡当夫一起跟踪 文部长果然骗过了顺太 然而他脸上留下的记号却不能骗人 顺太看出一二 警告他 一个失误都可能会置你于死地 就在这时海雄和卡当夫都闯进来 直面顺太 然而釜山日报也来了人 兔妞妞本想继续报道此事 但社长把任务交给了其他记者 叫兔妞妞休假 因为这一次叫他们闭嘴的是 社长都不敢得罪的人 可兔妞妞就是正直 当场宣布辞职 海雄则直接来到顺太家中 和顺太 不好意思插错素材了 海雄和顺太话不投机半句多 但现在两位人都有了对方把柄 于是海雄提出双方共分利益 反正谁也不干净 海雄提出 如果大选前把执政党开发 辅山的机密卖给在野党 自己也能获得应得的利益 顺太问多少 海雄回答10% 随后继续厚颜无耻地表示 顺太大笑 不愧是你 挺有野心 海雄回敬 这不是野心 而是复仇 因为我吃过您的亏了 但是顺太告诉海雄 复仇 要么就是把仇人彻底搞死 要么就是化敌唯有统一战线 如果你执意用自己的方式复仇 你一定会死在我手里 海雄根本不听直接离取 顺太暴怒眼神透露出层层杀机 海雄立马和卡当夫见了面 表示顺太不是老狐狸 而是一头老虎 卡当夫表示既然他是老虎 如此我们只能当武松了 海雄试探了一下卡当夫 但卡当夫表示都一条道上了也没有反悔的道理 此时顺太找到检察长查到了卡当夫的犯罪记录 也知道了郑老板因为酒驾坠下山崖而死 可是顺太知道郑老板绝非死于意外 肯定是卡当夫干的 于是他威胁检察长重新设局 因为他其实也知道检察长是海雄的同学 警方积压了卡当夫 而卡当夫直接供出了海雄 法医解剖了郑老板的尸体后发现了强行灌久的事实 然而经历这么多演说和事件 海雄的口才突飞猛进 直接把责任推给了卡当夫 顺太给海雄打来电话 叫他如果还想活着就立刻掉头 海雄拒绝 可他并不知道 此时的卡当夫就坐在顺太身旁 卡当夫仍然不以为意 可是既然离间计初步成功了 要想再拉拢卡当夫就必须提出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此时海雄与秃妞妞见面 秃妞妞表示他有猛料要告知 几天前他收到一个举报电话 说把放出了一段录音 正是上次负责计票的科长 科长坠海后大难不死 隐姓埋名躲在郊外 妻子女儿全部失踪 他将此前修改票数的事全部告诉了突妞妞 而另一边 顺太也偷偷录下了海雄出卖卡当夫的录音 听完录音的卡当夫直接来了个大便利 海雄收留了科长和突妞妞 打算在记者会曝光顺太修改票数的事 而另一边检察长收到了一个录像带 是那天在会所快乐小海报的录像 海雄威胁他们不要出卖自己 并且释放卡当夫 可海雄不知道 卡当夫早已背叛了他 海雄来到卡当夫的会所 表示是他把卡当夫救了出来 但卡当夫表示我们到此为止吧 兔妞妞终于采访完了科长 连夜打出报道 而海雄来到顺太家 刚好顺太家里记组 然而海雄直接挑衅老前辈 表示自己今天就是来砸场的 拭目以待吧 于是海雄和顺太来到一家餐馆吃饭 并且表示科长会亲自来抓你 顺太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海雄表示 自己其实很难过 也一直犹豫是否曝光一切 可是顺太不以为然 告诉他曝光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法选举 贿赂和暗箱操作都是潜规则 上到总统检察官下到每一个肉食者 都是一样 不过顺太还是答应给他10%的分红 并让他半年后再选上 可是海雄却说不重要了 科长的妻子和女儿在哪 海雄以为自己的底牌是顺太肮脏的证据 却不想顺太的底牌是科长的家人 一时间空气凝固住了 海雄的头上渗出冷汗 顺太狂妄地露出了名校 海雄前脚离开 顺太后脚就命人除掉科长的家人 记者会那天卡当夫来接科长与海雄 兔妞妞在会上等了许久不见海雄二人过来 却不想文部长突然出现声称 自己被黑帮威胁才被迫修改计划 并揭露了郑老板死亡真相 而此时卡当夫把科长带到了海边的渔船上 塞进铁桶浇上水泥沉入大海 而海雄也被捆在车里 无论兔妞妞怎么打电话也没法接 卡当夫问海雄还有什么疑言 随后把一盆点燃的蜂窝霉扔进了车内 而兔妞妞的身后也占满了黑帮粪 将他强行带走打成肉酱位于去了 文部长在记者会曝光了威胁他的正式卡当夫 卡当夫的手下也早已背叛了他成了海雄的手下 现在轮到他坐在车内享受一眼花烫 其实那天晚上 海雄和顺太意识到在斗下去只能两败俱伤 不如直接合作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倒霉的科长 兔妞妞和卡当夫就这样被抛弃了 海雄就这样利用了兔妞妞的正义 卡当夫的一起和所有可怜人与好人 在顺态的提携下成了一个真正的政客 在老前辈的带领下 他跻身了那群在野党大佬的圈子 而随着他看向窗外远处的风景正是青瓦台 他表情民众俯视着青瓦台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对外秘密 权力的诞生的故事 其实这部电影 相信大家从海雄的造型和最后一幕 海雄俯视青瓦台 以及前后的反转和不惜利用人心达到肮脏的目的 就可以看出这部电影在影射一个人 没错 这个人正是当今韩国的那位总统来讲 从他去年执政以来直到现在的种种表现和他的过往经历 也可以看出如今的韩国人民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总统的 这部电影并不是大团圆结局 反而是邪恶战胜了正义 反而是所有的好人可怜人都在最后死与非命 而本片中顺态的台词也不由得让人挤背发凉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恶人 居然真正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好电影